在這段影片中我們要介紹的是 黑貓小說 搜尋小說的方式裡面 我最不喜歡的一種方式 那黑貓小說 你會忽然間發現到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 原因就是 它會經常 算時間 時間到會出現這種廣告訊息 你可以把它點右上角的 略過影片 打叉 關閉它就好了 那在這一個 首頁裡面 搜尋小說裡面 我最不爽的就是這個功能 這什麼功能 熱門書記 但是這個熱門書記 我一般來講 很奇怪一件事情 你會發現到 它幾乎都是言情的 跟情有關的書 而不是一般我們看什麼 玄幻小說啦 或什麼小說的 這是黑貓小說裡面 一個很特別的 就幹嘛 都是那些 講感情的啊 言情的啊 什麼的 那我不喜歡這種書 因為這種書 我覺得你點下去 你會發現到一個很好玩的事情發生 幹嘛 它有很多的熱門標籤 很多熱門標籤 所以它的曝光率是非常高的 非常高的 然後大部分都是一些什麼 那種 想像空間太大的一種書 跟現實差距太大 現實差距太大 這樣子 那如果說你覺得這本書不錯 你可以把它點加收藏 就是幹嘛 把它變成你的書架裡面的書 確定 然後它這邊通知開啟就幹嘛 代表說 它會告訴你這本書 有什麼更新的狀況 更新狀況 然後點下閱讀以後呢 你就會看到 從內文 好 看到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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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到內文